OK那现在呢 就到了Model的分享时间了 由我来和大家聊聊 为什么社区治理在Web3是重要的 以及我们Model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 对很多的Web3的项目来说 尤其是2C端的 运营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但是运营设计的面是很广的 从社区运营到媒体运营 再到活动运营 再到项目运营 那我们今天着重想要聊聊的 就是社区运营 运营也和大家最开始有说 就是我们最近有对社区做一个整改 整改的内容 大家现在进来 Discord应该有发现 就是我们有对各个板块 进行了一个计划以及解释 然后还有会提供更多的渠道 让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Discord中来 并且去帮助到你们的项目 或者你作为一个 想要从事Web3的一个talent 只要你知道你在Web3是想要去哪个地方 那在我们这个社区都能够找到你想要去交流的点 然后去占的位置 所以回到现在跟刚刚说 为什么社区治理在Web3是重要的 是因为对于一个2C的企业来说 你不仅仅要去拉新去增长你的用户 你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还需要去激活 他们在这里面有参与感 那这个事情就是社区运营的一个核心了 而现在呢 当我们基础设施建设的越来越成熟之后 越来越多的Web3的项目 其实都是应用场景导向的 也就是C端的产品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社区运营变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社区运营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当然我是笼统的画方 一个是传统的中心化的社区运营 另一个呢 是我们中心化的资质组织的社区运营 也就是道组织 对 这个是比较粗糙 当然我们谋到现在会有一个想法 是做一个半去中心化的 那这个可能就在这两类的中间 它只是一个程度的区分 对 好 所以在Web3的时代 我们越来越多的道应用而生 那现在 一个不是很实时的数据 是显示 在2021年年底 已经有188个道 管理者 管理着115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还有近200万成员 那现在肯定是更多了 以及他们 当时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 占的赛道的市值是有达到40% 但是呢 一方面多数传统中心化的组织 试图转变为道 却并不成功 另一个方面 多数成功的道组织 也不过是打着 这个道的名号 去中心化的名号 其实做的还是中心化的事情 对 所以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交流 Communic前因Web3的原因 同时 这也是为什么 谋道社区会进行改办的原因 我们谋道 谋道 其实原先是叫谋道 中文名字是 墨子的墨 道德的道 是一个比较 有这种文化底蕴的一个名字 然后英文翻译的话 就是 变鼠加这个道 那很多朋友就会很好奇 你们是真正的道 还是说是什么形态 如果是真正的道 我怎么又看到 哪里能给我治理权呀 或者你们的机制是怎样的 所以这有一个比较巧妙的地方 就是 我们谋道是一个中心化的组织 但是因为 当时的名字取的是墨道 墨子的墨 道德的道 然后转换回来 感觉像是一个中心化的道的这个形态 所以有很多的members 是有产生误解了 但是 对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去聊一下的 就是 聊聊我们谋道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过去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们在去年的 八月份成立 然后 是一个中心化的组织 当时的愿景 包括现在也是啊 是想要构建 一战式的区块链生态系统 在那个时候 大家也都知道 八月份 元宇宙啊 各种概念兴起了 然后也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到道组织 那个时候 摸道就顺势而生了 刚刚也有听到 Alias道也是 在 是吧 2022年 开始 有这样一个道的 所以呢 我们成立之后 其实是致力于 最初的愿景 就是 想要去构建 一战式的 区块链生态系统 那基于此 我们举办了 两场大型的黑客松 也相信啊 现在入场的 很多的成员 也是当时关注到我们 黑客松 或者是参与进来的 这些小伙伴 也开办了 我们也开办了 很多场活动 然后与各大高校 和Web3的组织 去合作 最终呢 也成功地吸引了 很多区块链的爱好者 还有资深的 开发者加入 也帮助了 部分的开发团队 去孵化他们的idea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谋到的过去 在中心化的运营 各种各样的事情 现在呢 我们是 对 就是想通过 继续搭建社区 为区块链人才 提供互动平台 然后通过举办 全球的黑客松 提供项目的赞助和指导 为区块链爱好者 提供成长机会 也希望通过 将区块链的理念 传播给每个人 为区块链行业 发展 做出贡献 然后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希望去培养人才 激发创意 和为整个区块链行业 不能 这是我们的过去 也成功的做到了 我们当初想要做到的几点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们没有融入 更多的稻的血液 然后社区的火力 其实也是不太足够的 生态系统是有些沉默的 那我们愿景中 很重要的一环 社区主导 是如此的薄弱 这也是为什么 Modal 现在和将来 有个idea是什么 想把部分的 社区的治理权 让读出去 交给我们社区里面的成员 Mods 所以这是我们的 现在 我们在准备NFT plan 我们在准备 Half道的idea 至于他们会形成什么样 我们的Modal 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这个是由我们Modal的 每一位成员来决定的 好 那这就是Modal的 过去 现在 Modal 包括Modal社区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会如何 那我这边的分享 关于Modal 关于这整场流程 就到这里了 Modal